矛盾杯超级篮球挑战赛 预赛只输过一场的龙头台皮 要和紧追在后的九泰展开冠军争霸战 现场满满球迷也让两队打得更带劲 绿色军团开赛有小跑车蒋玉安 自己能打更能穿真引线 小球给到周博勋轻松放进 周博勋本场确实展现自己在进去的威力 冲抢篮板二波再起 光前两节也就拿下13分8篮板 台皮有内线 九泰这边火力在外围 三分球几乎人人能投 陈怀安 于焕雅和陈俊翰 在上半场团队三分外线13投6正 让他们半场打完38比43紧追绿山军 九泰看来气势不错 不过饱受伤兵困扰的他们 在少了苏毅进 林任宏 于春安和吴小景等大将之后 又有坏消息出现 第三节先发控球陈怀安 也因为这落地没踩稳 右脚膝盖扭了一下立刻倒地 原本就只有八名球员可用的九泰 在陈怀安退场之后 战力又少一人无疑是一大伤害 尽管有射手于幻雅 但无虚发的四颗三分球 贡献全队最高14分5篮板4助攻 带领九泰一度追平甚至超前比数 但光是这样依旧不够用 因为上季SBO冠军队台皮战力和稳定性 真的是完整又充裕 几乎人人能得分 最强悍的男人手推周博勋 本场两分球13次出手10球稳稳把握 而六次的罚球机会也只有一次miss掉 轰炸本日最高的25分10篮板double double 另外还有四超节两助攻表现非常全面 带着绿山君在决胜节一口气拉开差距 正常台皮84.63击败九泰 收下moulton杯超级篮球挑战赛的冠军宝座 我来听新闻帐号报道